READLINE 顧名是讀一行 那如果以後如果假設有很多行的話 你可以把它改成叫READLINE 就是你有很多行 它會全部幫你讀進來 那如果說呢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全部讀的話 除了一行一行讀進來之外 它還有一個方法叫READ READ就全部讀進來 OK所以大概這三種應該就夠用了 透過這三種你要大量合併 多個檔案變成一個檔案 就非常的簡單 跑一個回圈全部都搞定了 而且城市沒幾行 我覺得這個地方還蠻 蠻這個值得去了解的 好那不過還是一樣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看一下我那個雲端上面的其他東西 我上次也有帶到類似多個檔的合併部分 合併也有分割 怎麼合怎麼分 所以像我發現 資料應用裡面最多的就是分分合合 一下要分一下要合 那怎麼分怎麼合 快速的分快速的合 如果你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很多事情好像就變簡單了 不然的話如果你不會用程式去分的話 你就變成人工去分 你就一直在那邊有沒有 這一段複製貼過去存一個檔 這邊貼過去存一個檔 這邊貼存一個檔 那如果你100個檔 你每天都要存檔存檔存檔對不對 但如果你會用回圈的話 就只要另存新檔 你就看它自動就完成了 OK 當然你不管是用VBA寫 或者用Python寫都寫得出來 沒有問題 OK這個當然我覺得你們就是最需要把這部分好好學 學會之後其實你以前工作裡面遇到的問題 就盡量不要再突發煉綱了 但也許啦 不過以你們現在可能有一些同學程度還不太夠 遇到瓶頸啦 如果實在是跨不過去 也許你可以再發沒有問我也沒關係 我可以指點各位一下 應該點一下你就通了 對我來說應該是不算困難的事情 也沒有到Cake啦 可能是Big Cake啦 開玩笑啦 主要其實也是用對方法就可以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剛剛我輸出了 剩下來就做什麼 要把一個一個的什麼抓出來 所以寫一個什麼for 有沒有 for i in range 這個我想我們寫了N遍 OK 然後range的話呢 就是不用0 0都可以省略 L1N嘛 然後做什麼呢 把這個list放進來 跟他講說呢 我有幾個 所以0到總長度 因為0開始 所以不用-1 OK 然後呢 這個就範圍 他就是抓這個 一直抓到最後一個 那做什麼呢 基本上我們要把它讀進來 所以讀進來的話 那我應該先把那個list 裡面的第幾個 第i個對不對 然後做什麼呢 一樣先轉型 你可以用int 或者evo也可以 evo先轉型 轉型之後的話呢 你可以得加嘛 這個就是我已經抓到什麼 先抓11 然後轉型變11 11的話我必須把它加總 所以加總的話 然後也許我可以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 加一個 total啦 或者是什麼 變數好了 所以我這邊可以加一個 total 那total記得喔 先在上面先 放在全域裡面 所以我們這邊 假設total total等於0 然後呢 再來什麼 把這個total total total 加等於 有沒有 total等於total加上那個值 有沒有 就一直累加嘛 有沒有 把這個搬進來 然後轉型 放在total裡面 然後再放22 再累加 33 直到77 那最後你只要什麼 把這個print出來 比較好 print什麼 print total OK 乘4 就大功告成了 OK 應該沒問題吧 應該基本上前面都有寫過 不然的話 你也可以把這個先放在一個變數裡面 再累加也可以 不過我是覺得多一行 我就不特別把它丟到一個變數裡面 再放到total累加 直接這樣寫就可以 再來的話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關鍵地方 這個print就可以把它省略掉 那我就執行看看 是不是660 660出現 OK 有沒有 答案就出來了 應該可以看懂我在寫什麼吧 我記得這個我們之前類似的程式寫的還蠻多的 剩下就是要熟練一下 OK 所以for I in range 這個 這個list 然後幫我把它整個放到total裡面去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一直到最後 把累加結果print出來 那這一題就大功告成了 所以其實寫完的話 假如說把這一行槓掉 基本上七行就完成了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切完給各位 最後那個我看到完成的 的那個 程式雲端上也有 而且 好像寫出來也是一模一樣 一行不差 OK 那 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 如果這一題假如做完的同學 可以再試試看904題 904 資料計算 那這一題的話 難度又比剛剛這一題困難非常多 就是 因為它有很多行 它有三行 所以一定要用realize realize realize加s OK 對 不是只能讀一行 讀一行是realize realize realize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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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